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宜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在線上聊天聊新聞 今天新聞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網紅愛麗莎莎 她在今年1月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呢 她在社群媒體上PO出了很多段影片 當中有質疑有作票的嫌疑 而也遭到中選會對她提告妨害名譽 檢方在今天對愛麗莎莎二次傳喚 終於她現身了 但是還是比預定的時間晚了20分鐘 深圳白色上衣短褲走進台北地監視 網紅愛麗莎莎在總統大選期間 PO出多段影片質疑作票 被中選會告發妨害名譽 沒有身份證 檢察官3月首度傳喚她出庭 當時她人在國外沒有鬥案 上午終於現身開庭 但皮夾翻了又翻就是找不到身份證 傳票也放在律師身上 只好用健保卡報到 大選期間艾麗莎莎公開表態支持柯文哲 最後則由賴清德獲選 總統大選當晚她PO出好幾段影片 質疑有作票的疑慮 當時在網路上引發了不少追憶 後續則PO出永中招道歉 強調沒有第一時間發聲明是想要等查核中心調查 沒有曝光或轉發任何經過變造的惡意影片 影片都是由監票的民眾拍攝 但對於未經查證就用作票一詞表達歉意 坦言作為公眾人物應該使用更適當的字眼 走出台北地結束 儘管面帶微笑還揮手打招呼 卻是一句話都不回答 這到底怎麼回事了嗎 畢而不談趕緊拉計程車離開 或許也因為這件失言事件 學會教訓 關鍵時刻話說得越少越不會出錯 紀錄新聞綜合報導 國民黨立院總召傅昆琦呢 他將在25號的時候帶著團員呢 前往大陸四天三夜 不過呢就在這之前 傅昆琦頻頻的向綠營喊話 說要他們不要在藍營不在的時候 突襲表決 不過呢卻有黨內的立委直言說 在會期當中訪問大陸一定會招來綠營的攻擊 如果傅昆琦還是執意要這樣做的話 那留下來的立委也只能自己看著辦 我不曉得科索沃國會會不會時常吵來吵去 但是我們在貴賓面前從來不吵架 我們吵架都是貴賓離開之後 我們也會有紛爭 接見科索沃國會議員立法院長韓國瑜 不會言吵架戲碼 每天在立院上演 而且如今對抗可能更激烈 只要民進黨敢偷襲 我們隔下一次院會就把它導陣回來 所有的法案都不會受到任何的耽擱跟影響 待自家立委前往大陸訪問四天 傅昆琦 姆綠營 別在這期間突襲表決 民進黨卻沒打算停權 立法院的議程一定會往前走 不會等人 不會等特定政黨 國民黨沒有這麼大 但傅昆琦此行附入 不單是以總教身份 作為政策會執行長 也能代表黨中央 據了解黨內立委包括林思敏 林建啟等八位有高機率隨團 但不曉得是否擔心有爭議 部分立委改變心意不去 像徐玉珍 張家俊等人就還在考慮 我必須要留下來 如果可以為這個農漁民 然後產品找出路 倒是可以認真考慮 會期當中 那的確容易被綠營拿來做攻擊 只能說大家留在立院的國民黨團 能夠就是自己想辦法 畢竟是自家立委 韓國瑜也只能說聲謝謝 但據了解 訪團成員原定排除國防立委 最後卻臨時多了他一位 強調沒有政治議題偏偏怎麼做都會有人批評 TVBHN 追蹤全會台北報導 2026大選提前布局 現在我如果離開我就沒工作 所以當然要警報萬安 移居警報萬安 成了李四川被問到選不選新北的標準答案 直現在又傳出老戰友立法院長韓國瑜 親自勸勁 李四川解釋原委 而沒想選的原因之一是太太不同意 韓院長從當院長從來沒有跟我談新北市選舉的事情 以韓市長對我的照顧 我想他應該會支持我 但是原則上我從來沒有去告訴他過這個事 萬安警報警報萬安 這就是我們的默契 不必明說心意就通 2026雙北要組里安連線 現階段還沒機會 而黨內也有多名人選平平被點 包括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台北市副市長林一華 以及新北市副市長劉荷然 誰更適合出來選 不過他如果有意願 那當然黨有黨的極致的那種狀況 我都鼓勵他們 李四川先不談最後可能被立拱 眼前以台北市政為重 但對比綠營人選似乎逐漸確定 因為五月份的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選舉 原本上演政國會余天 對決蘇席立委蘇朝會 當初余天這一部也被視為 要替內政部長林宥昌鋪路 沒想到17號晚間 余天臉書宣布 因為妻子李亞萍不同意 所以放棄主委選舉 那既然這一次政國會沒有佩派代表 那這個相信說這個未來2026年 那民進黨是有機會贏下來了 我也跟雅萍姐說 這工我們來做啦 責任由年輕一代來扛 畢竟想收復新北這塊師徒 綠營派系要先整對 TNC的許家人 藍牌有看長報道 在今天下午1點多呢 在嘉義有一間貨櫃屋 他的屋頂裝了太陽能板 但結果今天突然燒起來 而且火勢非常的大 消防人員到現場呢 因為怕爆炸 所以也不敢冒險搶救 得先進到屋子裡面 把電源給關掉之後 才可以開始灌救 根據了解其實是屋主 可能在屋頂裝設了 兩套的太陽能系統 他非常覺得很抱歉 因為他覺得疑似有可能是太陽太大 導致電流過載 才會引發意外引起火事 囊狼可以淹植沖天際 貨櫃屋不斷竄出火蛇 屋頂上的太陽能板無一倖免 全陷入火改 消防人員緊急到場灌救 貨櫃屋全面燃燒 內部被無情的大火吞噬 身穿白色上衣的屋主 在一旁相當交集 他自己架設兩套太陽能板 卻意外釀成嚴重火災 因為我自己很熱衷於自己DIY的興趣 他就自己架設了兩小套的太陽能系統 可能今天太陽太大了 然後整個系統負荷不了 我在這裡再一次聲明 怎麼也沒想到屋頂好幾十片太陽能板 竟會突然燃燒起來 車鐵國警發生在十八號下午一點多 嘉義市無縫南路的巷弄內 疑似是太陽過大導致電流過載 燃燒的貨櫃屋 屋主用來作為雜物倉庫 消防人員貨包到場後 見到滿屋頂的太陽能板 第一時間不敢射水 害怕會爆炸或是觸電 他們涉嫌進入屋內關閉電源 才全力射水搶救 國主面對鏡頭再三向附近的住戶道歉 這場火警始料未及 自己搭建的太陽能板 究竟是設備出問題 還是架設石油疏漏 將將由火吊科人員釐清 TVBS新聞方志成嘉義報導 大家有聽過在公測 可以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嗎 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我們來看到 有民眾到台北車站的公共廁所 結果他在裡面綁頭髮 卻被清潔人員制止 說綁頭髮會掉頭髮 這讓他很難清理 要求他不要在廁所裡面這樣做 而這也讓他非常的錯愕 其他清潔人員就說 其實沒有聽過這樣子的規定 一般來說 頭髮或者是其他髒物 並不會非常難清 最難清的其實是嘔吐物 因為還要利用漂白水 讓這個比較不好聞的味道給消除 對此台鐵也回應 公測是沒有禁止綁頭髮的 會再加強教育訓練 這幾天天氣炎熱 但是有民眾到台北車站地下樓停車場旁邊的廁所 想要照鏡子來綁頭髮 把頭髮綁成一個馬尾來解解熱 沒想到卻被清潔人員給制止他的行為 明明廁所外也沒貼告示說禁止綁頭髮 為何卻被制止讓他很納悶 民眾破問說他當天頭髮亂綁太緊 進廁所重新綁頭髮 但清潔員阿姨卻不客氣地說 小姐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廁所內綁頭髮 頭髮會掉到洗手台 她認為這樣的行為沒有不妥 她還是繼續邊綁邊看有沒有頭髮掉在洗手台 清潔員卻再一次制止她說 小姐拜託你不要在這裡綁好不好 而且口氣非常差 然後問她為什麼 或是我會就是把她綁完 然後還是就走了 我還是會自己綁完 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傷害 我覺得以站在體諒別人的角度來想 可能就是會覺得說就是盡量不要造成人家困擾 但是如果我是清潔人員 我覺得我不應該要這樣子想 對 因為就是這本來就是工作內容 在公廁洗手台確實有稍微積水潮濕 也能看到有頭髮落在檯面 洗手槽內也有幾根 用水潑灑就會進入水槽內 其他清潔員也說沒規定民眾不能綁頭髮 也說通常落髮不會太多 但不管洗手落髮或口腔內的髒污都不會太難清 台電回應這處公廁由停車場業者清潔維護 因為溝通誤會讓民眾感覺不受尊重 強調沒有規定不能在廁所內綁頭髮 會要求業者加強人員訓練 避免類似狀況再發生 但不管手部清潔或整理裝法只要在合理範圍都能正常使用 提備新聞新聞的曹哲人台北財務部 大家都知道天氣熱不能把小孩單獨留在車上 那動物呢我們看到在彰化有車主 他就把飼養的雞娃娃單獨留在車子裡面 因為天氣非常熱路過的民眾就擔心狗狗會有危險 所以報警 結果沒想到還被飼主駁斥說已經關了很多次都沒有事 對此呢動保處也回應將任何活體的寵物 獨自留在密閉的空間 這樣的事情已經違規了 將會進一步開放 白色嬌城裡傳出狗叫聲走近一看是一隻雞娃娃 不過狗在人不在熱心民眾就怕狗狗在車裡太熱有危險要報警時 突然現身表示從小就這樣關 要其他人不要多管鞋事 他就不把狗帶下來 警方也開車道場又找四主開車門 事情就發生在彰化建國柯大旁的停車場 女車主好幾次把寵物吉娃娃獨自放車上就去上班 讓目警民眾好擔心報警處理 但四主卻不以為意 把貓小孩獨自放在洗火車上 不少人指出要是車內不通風加上夏季溫度高 要是貓小孩中暑恐怕會有生命危險 通平四主應該善待寵物 只要是四主所關聯的動物 所有的脊椎動物都適用 動物保護法是從民國87年就立定的 東保處回應 獨自把任何寵物放在密閉不通風的車內 已經違法了 將會約談四主道案說明 鑰匙違規明確將進一步開罰 三千到一萬五千元 警惕四主注意貓小孩安危 TVB的新聞 陳其軍陳之中 廖反映彰化採訪報導 有民眾陳情 他說他透過融資公司貸款了38萬元 實際上大概只拿到30萬元左右 而且最後總共得要還52萬元 讓他直呼說 每個月薪水3萬多塊才拿到錢 還完錢根本就沒有生活費 而對此立委王世堅就說了 國內三大租賃公司都是上市公司 他們的資金來源其實都是跟銀行借錢 結果卻放高利貸給民眾 直言說為什麼公股銀行不直接借錢給需要的人呢 透過融資公司想貸款38萬元 實際卻只拿到30萬元 甚至最後還要還52萬 算下來實質利率高達51% 非銀行的融資公司推出各種貸款 卻沒有法律規範 債務人向政府喊話 希望有主管機關來管理 沒有任何主管單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負債 這個債務人的結構到底有多少 然後到底主管單位是誰 專法律漏洞設計陷阱向民眾吸血 立委也怒轟 根本是有牌的地下錢莊 這三大租賃薯條三兄弟 他們是放高利貸的 結果你借款給他們 他們的還款來源是來自於高利貸 痛批國內三大租賃公司 規避公司法和民法利率16%的上限 以及刑法重利罪 大量向銀行體系借低利貸款 再轉手放高利貸給需要的民眾 而公股行庫甚至是縱容這些行為 那你們為什麼不直接把錢借給需要的民眾呢 為什麼對一般民眾這麼空 當場詢問九家公股行庫是否有借錢給這三大公司 殊不知出席代表通通舉手 卻全然不知還款來源 怒批行徑惡劣 要求財政部金管會和九大行庫立即設法改進 就怕未來債務問題持續惡化 TVB的宣傳劉立成 吳奎元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看到的是桃園警方呢 他們最近破獲了最大宗的校氣儲存廠 這個地點呢就在中壢跟桃園的兩處倉庫 總共在倉庫裡面找到了500支的校氣鋼瓶 而且現場的兩名男子 其實他們都沒有申請相關的合可的文件 環保局依法最高開罰了30萬元 而後續也會追查這一些校氣的流向 大批警力全副武裝衝上樓潛入倉庫 發現一堆又一堆的校氣鋼瓶 全部加起來數量超過500支 17號上午桃園警方接獲通報 疑似有地下校氣儲存分裝廠 經過追查果然在中壢區中鋒北陸一間倉庫 發現101支校氣鋼瓶 還有未拆封的氣球過濾棉 推銷名片和打火機等物品 並在現場逮捕一名沒有相關合可文件的 24歲代姓男子 而且還不止這裡 遠景拿出手電筒仔細搜查 在桃園區龍山街一處偏僻的倉庫 也發現校氣鋼瓶 數量更多大約400支 警方也當場逮捕一名25歲張姓男子 那行為人為何法持有校氣 環保局將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 儲最高新台幣30萬元 同時依法末路校氣鋼瓶 這是近年來破獲最大宗的非法校氣場 校氣雖然沒有列為毒品管制 但是常被濫用替代毒品 吸入口罩會造成缺氧和呼吸困難 有死亡的風險 這回查獲超過500支 後續也會追查流向 TNB的新聞 林志偉 陳家彤 桃園採訪報導 我們看到的是民進黨立院黨團 總召柯建民呢 他在今天司法委員會發言的時候 突然瞇著眼睛 問說現在還有時間嗎 我看不清楚 原來是因為他有黃斑部病變 不過柯建民就說 他因為這樣去學了毒心術 所以他可以預判傅昆琦 還有黃國昌的一舉一動 黃國昌到底懂什麼 他以後抓到我小輩子 可以在這裡打我鬱歡 質詢台上火力強大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把炮口對準 民眾黨的黃國昌 但等等還是要掌握時間吧 時間到了嗎 因為我眼睛黃斑看不到 還有三分半 還有三分半 眯眼皺眉 原來是柯建民眼睛看不清楚 對面的倒數時間燈 緊張照顧 因為我眼睛黃斑 要在治療中 畢竟在七年前 就檢查出有黃斑部病變 當使用中醫治療 結果右眼淤青就像熊貓眼 他對治療黃斑 用針灸治療滿有 只是雖然有黃斑部病變 讓柯建民看遠的有障礙 但自豪自己很會這件事 看遠都看不清楚 但看盡 看法案是明察就好 獨居匪延了 所以我跟我們版本 匪先亂證不問 一秒就得到 CIA情報員的獨心署 因為這樣我訓練獨心署 所以胡文綺一個啟動 一個笑 一瓶一笑 黃國昌講話以虛大小 知識馬上知道 黃斑部病變主要是看東西會模糊 因為中心視力受影響 透過示意圖 若有黃斑部病變 會在視網膜下方的脈絡血管 產生破裂 會讓肉眼看物品從清晰 變成扭曲變形 看不清楚 情況嚴重一點會出血 導致有黑色斑點 患者也有年輕化趨勢 中心視力就會受到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那看東西也有可能有扭曲變形 或者是顏色的辨別會有受損的一個狀況 減少抽煙啊 還有高鹽高脂的這些飲食習慣 因為危險因子還包括抽煙遺傳三高級肥胖等因素 醫師提醒透過日常保養才能延緩眼睛退化 畢竟眼睛是靈魂之瘡 TVB新聞新聞小女生台北常報道 國民黨立委許曉星呢 他被他大姑涉嫌詐騙的案件給牽連 遭到綠營窮追猛打 而且現在呢 甚至也對他的穿搭開始評投論足 我們看到的是台北市議員苗柏雅 他對比許曉星身上至少七件衣服還有飾品 質疑他領議員的薪水 根本就負擔不起這一些名牌精品 另外還有要價超過20萬元的勞力士手錶 也質疑他沒有申報 對此許曉星就回擊了 他說他的連身裙這一套10萬元的連身裙 是雲美人送給他的 而且他說他家裡開早餐店 賺正當的錢不應該被污名垮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錢的話 我現場脫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希望我要脫光 他們才滿意 被台北市議員苗柏雅質疑全身名牌 國民黨立委許曉星氣炸脫下身上穿的西裝外套 就連內衣庫品牌都一一交代清楚 只要衣服能夠重複穿 甚至作為二手衣給我的家人穿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划算的 但是這不等於我所有的衣櫃裡面 都是他們所說的所抹黑的那些價格跟那些衣服 至於苗柏雅在直播節目中 質疑這件深藍色連身裙 是要價十萬的法國名牌 許曉星也狠狠打臉 其實根本不是LV 而且我取得的價格是零元 這件衣服是 余美人送給我的二手衣 苗柏雅柯南上身 一一比對許曉星 至少七件穿搭和飾品 像是這雙Prada皮革樂服鞋 定價四萬三 另外許曉星接受聯訪時 被媒體拍到的這支勞力士相賺女表 要價將近三十萬 苗柏雅質疑 這些行頭超過臺北市一元 一整個月的薪水 得不吃不喝才買得起 而且許曉星只澄清LV連身裙是二手衣 代表其他穿戴的精品都屬實嗎 如果是都是真的 那他就有財產申報的問題 比如說勞力士那一支 不管他具體的款式到底是哪一個 但是一定都價值超過二十萬 那他應該要做財產申報 沒有申報 我所有的財產申報 所有的財務狀況都經得起檢驗 所以不要捕風捉影 許曉星反擊 自家經營早餐店 一年365天全年無休 累積財富很正常 傳名牌如果犯法 苗柏雅迎立即向司法機關或監察院提告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台北市警方 他們在追查一位長毒的零性男子 結果發現他身上背了七條的通緝 而且他跟朋友躲在新竹的一間民宿裡面 警方趁他出門拿外送的時候 把他團團包圍給壓制 而屋內其他的同夥發現 他被盯上之後紛紛都逃出 想要跳窗逃走 結果沒想到一樣也被警方帶回偵辦 而且警察也在屋裡面找到了兩公斤的毒品 才剛出門拿外送突然一輛黑色箱型車 邊減速邊打開車門 衝下團團警力壓至眼前的渠差男子 趴上 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雙手上銬 其他同夥聽見有動靜四處逃竄 有女子想跑當場被遠景一把抓回來 但不僅一樓有人在 二樓同夥也察覺異狀 一名舉法男子從二樓直接跳到一樓的採光罩 墜地時還差一點摔倒 但不管怎麼走都找不到下去的路 只能又繞回來跳進屋內 遠景發現還有不少人都在屋子裡不敢大意 立刻持槍戒備 上前逮人 特別是警方日前掌握三十歲的林姓男子 持有大量的毒品 他身背七條通緝 包含槍炮 藥事法 洗錢 毒品等等罪嫌 其中槍炮案件被判刑兩年七個月 這回跟其他八名朋友躲在新竹的民宿 才住兩天一起被抓 屋內還被查出兩公斤重的 安非他命 大麻 海洛因等等毒品 故意用茶葉袋當成包裝 加上還被查或封口機 不排除都是要拿來販售 市值超過五百萬元 走在隊伍第一個就是七條通緝的 林姓祖賢四處換地方躲藏 卻是為了拿外送被抓 團伙更是連命都不要了 冒險跳上跳下 最後還是在盡警方手裡 TV新聞李宗文在漫台報導 好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在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有遇到雙北今天早上的大雨嗎 因為現在呢 今天早上雨下的非常大 不過現在正值水庫吃緊 所以今天下大雨的時候 其實有不少的觀眾朋友 在石門水庫的直播上面緊盯下雨的狀況 就是希望說石門水庫的水可以回補 但是呢 其實石門水庫這一次下雨 近照有限 我們來看到截至早上9點為止 石門水庫的蓄水率大約是24.5% 雖然目前是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不過很多的相關單位 還是呼籲民眾要節約用水 一踏出門看見這雨就算撐了傘 穿了雨衣還是被淋得濕搭搭 路面已經開始積水 18號清晨大雷雨只是正值水庫水情吃盡 這波雨是來的正是時候 但有沒有下對地方才是重點 這場與石門水庫近丈有限 水庫的急水區的部分 截止到9點20分左右 那我們的降雨量急水區的部分 有9點5毫米 那這樣的降雨量 雨孤為我們水庫帶來超過40萬噸的 這樣的一個增加入流量的 這樣的一個水量 水利署澄清只要台灣有下雨 就不會實施人工增雨 後續會嚴密監控 至於竹科管理局則是 只能自己來節約 似乎每年都經歷同樣的困擾 有事先跟水庫廠商配合 相信這回也能平安度過 石門水庫跟保育保護水庫的 蓄水量不到三成 因此目前是綠燈 也就是水勤的提醒 那預定在4月19號 中央會召集開會 來看看這個 是不是要轉為水勤的黃燈 雨是帶給石門水庫 還是有些微的增加 截至早上9點 水位219.39公尺 蓄水量5013萬噸 蓄水率24.4% 相較前一天有回升的趨勢 但還是再三呼籲民眾 要節約用水一起渡過難關 TBS新聞的新奎林志偉 城市名言聖分基隆 桃園新竹採訪報導 好我們先謝謝觀眾朋友 超可愛的星儀Baby後援會的會長 斗內給我們150元 他說他斗內一直進化的 星儀Baby加油打氣 好我們謝謝會長的斗內 謝謝你的支持 好那我們其實剛剛在留言區 有看到很多觀眾朋友說 今天雨真的下得很大 出門上班非常的狼狽 今天氣象時間 我們也邀請到氣象主播宣童 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宣童好 心儀好大家好 好宣童想要請教 今天下那雨的狀況 明天還會持續嗎 還是又要回到很熱的溫度呢 好確實今天一早上的雨 讓北台灣的民眾 都有點措手不及 這個雨在新北五谷 一個小時的雨量 就已經來到了70毫米 而2到3個小時的累積雨量 不只新北五谷 像是在台北的南港 累積雨量2到3個小時 也都來到了89毫米 這真的是非常驚人 所以很多地區也都淹水了 之前說台北市 如果只要超過78毫米就會淹 這一次確實也是 但是很快的就慢慢的疏通 那麼現在北台灣地區的雨呢 其實就已經沒有下了 就是在今天早上6點 還有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就是影響台灣 今天一早北台灣地區的雨 顏色非常的鮮豔呢 雷雨薄非常的強 所以雨帶來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它的這個封面是有慢慢的往南移的 而這時候北風已經慢慢的往南下 冷空氣南下的過程當中 它就往南壓了 所以在下午的時候整個雨會比較集中 在南台灣地區 像是在台東還有在高雄 南部地區的山區呢 氣象署甚至也發布了大雨特報 雨量是比較大的 再加上午後的熱力作用 在過去一個小時 高雄的時雨量有來到34毫米 所以南台灣的觀眾朋友 尤其你在山區的要特別注意 在接下來可能一個小時之內 雨還是會來的比較大 那麼這雨到底什麼時候會慢慢的減緩呢 其實在今天雨相對比較多 但是到了明天水氣會明顯的減緩 甚至雖然還有一些殘存的水氣 各地還是會有局部的短暫正雨 但是相比起來跟今天比 這雨已經是小屋見大屋 這個真的是雨非常的非常的少 但是要注意的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飄雨的狀況 尤其在午後熱力作用發展起來的時候 而到了禮拜六禮拜日天氣是更穩定的 在北部地區也不下了 中南部地區更不會下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沒有了水氣之後 溫度就會飆升 所以以大台北地區來說 這時候因為吹西南風 所以大台北因為盆地的影響高溫 有機會會飆到34度 而在吹西南風的同時之下呢 在整個被封測台東也會有焚風的發生機率 到時候台東又有機會出現 36到38度的高溫 而到禮拜一的時候呢 封面再度接近 但是這時候還沒有影響最劇烈 因為它只是在靠近的過程 所以在北台灣地區的雨會慢慢的增加 這一天還是局部的短暫鎮雨 而禮拜二到禮拜三 下一步的封面要南下了 這時你可以看到整個台灣降雨趨勢 會變得明顯又比較多 而且不排除會有較大雨勢 好我們看完了降雨之後 我們要來看的是溫度 在昨天呢 其實各地的高溫都還蠻熱 像是在大台北地區也都有來到29度 但是到了今天呢 在大台北溫度一下子就降了6到7度之多 只剩下22度 甚至在昨天標出37度的台東 在今天中午的時候也只有27到29度左右 而隨著這封面逐漸影響已經慢慢的視為 從明天的下半天風長轉變為吹東風 東南風接著南風也要再起來 在周末的時候溫度會很高 一天比一天還要來的再更熱 我們先來進行這一個一周溫度趨勢的圖的解說 紅色的這一條線是台北地區 黃色的是台中地區 綠色的是高雄 藍色的是花蓮 在禮拜四到禮拜五 溫度是升溫的 尤其在禮拜六的這一天 台北地區紅色的這一條線 溫度甚至比在中南部的局部 還要來的再更高溫 剛剛說平均高溫是34度左右 而這一天台東也有機會會出現焚風 而到了禮拜日到禮拜二這幾天 溫度也還算是熱的 雖然有稍微的下降 但下降幅度比較多的是要等到這封面 真的影響到台灣的時候 南壓的過程水氣變多 雲層變厚 它的溫度就會下降 目前看起來要等到禮拜二三 甚至是禮拜三四之後 溫度才會略為下降 甚至也不排除這低溫 有可能會降到一字頭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春天了 所以再冷也不會冷到像有冷氣團的等級 所以冬天的衣服以及冬天的一些棉被 都可以慢慢的收起來 倒是有時候如果轉涼的時候 大家就把這個薄外套拿出來穿就可以了 欣宜 是的確有這種很多觀眾朋友 就說今天下了雨之後 北部的天氣明顯就比較涼 舒服很多 不過就像宣童講的 下週還是會有一波雨勢 提醒大家要帶雨季 那麼這幾天天氣很熱 也要記得防曬 那麼也非常謝謝宣童 到現場幫我們分析謝謝宣童 謝謝欣宜 謝謝大家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受到來自大陸的內蒙沙塵暴的影響 南韓這兩天天氣的空氣品質狀況 也非常的差 首爾的懸浮微粒的濃度 甚至飆升到平常的五倍這麼多 那麼現在各地的空氣品質 幾乎都是達到非常糟糕的等級 南韓當主也提醒這兩天在外面的民眾 一定要記得戴好口罩 觀光黃沙漫天遮蔽了南韓首爾的天氣線 移動動建築至隱約看到輪廓 比喻沙塵地下的空氣品質狀況 在江源道 沈北釜山地區 沙塵濃度甚至飆升至 200至300微克 而首爾地標光化門的 世宗大王雕像正好在進行一年一度的清洗 經過擦拭 去鐵鏽 修補等四步驟 剛完成 沒想到馬上遇上沙塵暴 世宗大王雕像很快又要被厚厚的沙塵覆蓋 由於氣流停滯 南韓東部地區受影響的時間可能拉長 南韓氣象廳提醒民眾出門務必佩戴口罩 並預估接下來還會出現好幾波的沙塵暴 體遍新聞總和報導 好 我們來關西花蓮大地震之後 鐵網新大樓已經完全拆除完畢了 但現在一共取出了將近100多件的遺失物品 當中包括了錢包還有電子產品等等 但目前大約只有30多件有辦法辨識歸還 後續也會將由縣府人員來協助 協助民眾來進行認領 而現在日商也帶來了所謂的坑洞勘查車 就是希望透過透視的方式來體檢現在花蓮的道路的狀況 另外為了帶回旅遊人潮 行政院也有可能推動三波的振興方案 經理箱塞滿衣服背包 旁邊還有一整桶照片證件 遠景一一造冊 這些都是從天王新大樓取出來的 花蓮天王新大樓17號完成主結構拆除 過程當中警方食貨90多件的遺失物 像是錢包3C電子設備 還有具有紀念意義的相簿等等 只是這當中只有30多件足以辨識 能夠返還給住戶 而這次一共清出八千噸土方 目前佔存在國府土資場 縣府後續還會協助災民認領清出的遺失物 最後沒有領回的物品 將依照遺失物公告招領六個月 而雖然大樓已經拆完 不過檢察官持續偵辦 曾入內搜證 包括大樓文件資料以及強新部分結構 釐清大樓設計圖是否與建物相符 本署也盡速地會依土木技師鑑定的結果 以及調閱的相關建築圖說資料 以釐清該大樓的建築 以及事後的修復 或者有沒有其他改裝的情形來進行調查 而強正過後 日商公司也挺身幫助花蓮 進口一輛坑洞勘查車 及兩輛首推小型的探查車 協助監測地底下坑洞狀況 透視檢體花蓮道路 行政院也將退出三波振興方案 拨出30億的經費 針對花蓮觀光產業等 配合公共運輸補助 重新帶回旅遊人潮 DBA新聞高中 蔡新宇花蓮採訪報導 在高雄林元分局有一名偵查佐 他在17號凌晨回到家 騎車自撞 在當下受傷還滿嚴重的 包含了上市髋關節脫臼 呼吸困難 所以當下其他員警 並沒有對他實施酒測 直到當天下午4點 手術完畢之後 才進行酒測 酒測值是零 不過這也被外界質疑 這難道是拖延酒測嗎 對此分局也出面回應了 他們說要做侵入性的抽血檢測前 其實是需要檢方核發申請書的 車來了啦 過來了 對 那應該是偏近了 凌晨路上都沒車 機車騎士卻突然車頭一偏 撞到路邊休旅車 旁邊店家的顧客 邊衝出來看邊打119 騎士扶著地板試圖想起身 又身體無力倒下 反反覆覆好多次 早就看騎士有些不對勁 當下民眾都不敢太靠近 車禍後約7分鐘緊銷道場 短短5分鐘就送上救護車 而騎士其實是一名警察 怎麼會突然自撞 加上當時他意識清楚 也沒做酒精測試 車頭幾乎被撞爛 這是零元分局偵查所當時騎的車 不過他撞上的是停在路面標線 以內的轎車 明明不算微停 為何還發生車禍 被質疑不是沒道理 這位28歲旅行巡佐 任職於高雄領元分局偵查隊 16號晚上6點下班 以色漢朋友聚餐 17號凌晨3點就自撞 他說呼吸困難無法吹氣酒測 警方到早上才報檢方 申請抽鞋酒測 等到核准通過抽鞋 已經下午4點 整整12小時 酒測值是零 警方說過去 確實能先抽血再報檢察官 但今年2月修法後 要遵守刑事訴訟法 等檢方核准才能抽血 只是這行政流程 也未免太花時間 會不會成為正式酒鞋的漏洞 真的有檢討必要 TVBS新聞張立定 宋阿娟 高雄報導 好 我們在台灣考試有會考 只考等等的 而在中國大陸呢 他們高中的招生考試 俗稱叫做中考 他們會把體育 語文跟數學全部都列為必考科目 而現在各地就開始進入了所謂的提考的季節 結果市面上居然出現了一款飲品 號稱說喝了之後提考跑步會跑得更快 結果出現學生喝了之後要洗胃的狀況 另外在吉林 甚至還發現有女學生被逼跳早操 結果死亡 大陸吉林省白城醫學高等專科學校15號發生命案 一年級照姓女學生坐早操時昏迷倒地 搶救後宣告不治 女學生家人出面控訴 孩子會死是因為扳倒刻意刁難 女學生家人認為 搬倒對孩子不滿後 就說心臟病病例是造假 還要求孩子跳早操 質疑這行為導致孩子死亡 照姓女學生長相清秀甜美 在社群軟體有超過50萬粉絲 離世消息傳出後 不少粉絲震驚要校方查清死因 同樣校園爭議 大陸俗稱中考的高中招生考試 將體育和語文數學同列必考項目 近期各省市陸續進行提考 市面上一款標榜 喝了就能馬上跑更快的飲品 蛋泵熱銷 還被封為提考神器 但多地通報 學生喝到送醫 有學生服用蛋泵後出現身體不適的症狀 甚至有學生因為服用蛋泵而被送醫洗胃 大陸醫生解釋 蛋泵主要成分是咖啡因 偶爾喝可以提高心率興奮度 但如果學生喝多了就會增加肝功能負擔 業者瞄準提考商機 還推出增加動能的球鞋 爆發耐力的功能水 但大陸醫師認為 平常沒練不可能用這些產品就體能大爆發 還可能傷身又花冤枉錢 TVBS新聞謝謝謝林敏珍綜合報導 好 提醒大家開車騎車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道路狀況 在苗裡有一名78歲的老翁呢 他開車失控 自撞之後結果整台車直接飛進了田裡 幸好沒有波及到其他的人 而另外在台中也有一名機車騎士 他疑似是邊騎車邊看手機 結果也是整台車掉到田裡面 幸好騎士趕快站起來只有輕鬆 順著道路左轉沒玩過去 直接撞上護欄 整台車飛起來 接著往前衝進到田裡 意外就發生在苗四七線的終點出口 78歲的無姓老翁開車要到台中 大甲看醫生 沒想到途中發生了自撞車禍 撞進田中 撞擊力到大車前保險桿直接脫落 車身線在田裡凹陷變形 警銷貨報道場所幸老翁意識清醒 送醫治療後住院觀察 78歲老翁開車失控 警方表示目前先讓老翁住院治療 再進一步釐清車禍原因 另外一起到田中的車禍 發生在台中大理 有執行機車騎士 依次邊騎車邊看手機 沒注意車前撞上路口轉彎車輛 機車噴飛 田裡騎士躲過一劫 及時起身 神機回到現場 田地跟路面有一公尺多的高低差 索性摔車騎士沒有掉下去 只有輕微擦錯傷 疑似為注意車前 碰撞前方同向 自小客車 自交通事故 騎士騎車不注意 目的地變田中 除了害自己受傷外 也必須賠償 前車維修費得不償失 TBPN新委許利凡 謝國經料翻譯 台中苗栗採訪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在今年也要舉行了 當然現在川普跟拜登 也頻頻地在跑選舉相關的行程 我們看到的是拜登 他在賓州拼選舉的第二天 他也到匹茲堡 爭取鋼鐵工會的成員支持他 當然拜登也建議 要把中國鋼鋁進口產品的關稅 從現在的7.5% 調高三倍到25% 美國總統拜登到鋼鐵之都 匹茲堡爭取鋼鐵工人支持 拜登把矛頭瞄準中國 表示中國政府補助本土鋼鐵工業 對海外傾銷 建議把對中國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 調高為現在的三倍 另外美國貿易代表署 已經針對中國在造船海運 和物流的貿易行為 啟動301調查 拜登團隊也和墨西哥政府合作 防止中國逃避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參院財政委員會的 聽證會上表示中國的反競爭行為 10年前重創美國 太陽能電池般產業 現在美國電動車和汽車業 也面臨類似情況 提高關稅可能導致 鋼鋁價格上漲 增加汽車建築材料 和其他關鍵商品的成本 而拜登轉向保護主義 也是呼應他的前任川普的做法 我不想跟中國戰鬥 我想要比賽 但比賽的比賽 我們要站在台灣的平安 我們要比賽 比賽 七位變新聞 佳輝美國報導 民眾陳小姐 她在上週的時候 跟家人一起到東京自由行七天 結果她到前草逛唐吉柯德的時候 她手上的精品包 因為她一邊推著嬰兒車 又穿比較厚重的外套 當下把精品包隨手先放在旁邊 沒想到過了10分鐘 離開之後 再回來 就發現這個包包已經不見了 那她再回到現場 請店員幫她協詢 結果陳小姐說 店員其實不太搭理她 堅持監視器沒有拍到 而她也到當地的警局備案 但是回台將近一個禮拜 到現在包包還是沒有下路 看著商場地板真的很懊惱 民眾陳小姐的精品包 十分鐘前就躺在這兒 波文提醒大家出國得再三留意 隨身物品 因為她跟家人 四月十一號晚上十點多 到東京前草 堂吉柯德四樓逛街 待了五分鐘就離開 下樓之後才發現包包不見了 承認自己大意 但回到現場 有兩位泰國人說有看到 請店員調監視器 就是沒看到 店員堅稱沒看到包 而且態度不是很好 只能到商場對面派出所備案 因為這顆精品包是四年前先生送的 當初買了二十多萬 裡面還有一個兩萬多塊的同款零錢包 財損將近三十萬 到派出所報案 第一天遇到的警察不太搭理 雖然有一起回店家 但找不到 第二天不死刑 再去一次就是沒有 七天行程 第五天遺失包包 回台灣將近一周 日本警方也沒通知 其實他們掉的物品 大多可以找回來 但是如果那個地區有很多光客 那這個就比較難說了 其實不只日本 達人也提醒到國外 尤其我們是外國人身份 店家自然希望照規矩來 如果東西不見 店員現場也沒找到 就應該立刻去報警 最好的方法是你可以在現場 你不要離開那個場域 你打電話給警察 那因為很多像這種大型觀光的國家 他們的警察都是有翻譯功能的 如果只能親自到派出所報案 也要留意人在現場等 否則超過兩三個小時 一旦被偷很容易被賣掉 找不回來 尤其日本的二手市場很蓬勃 民眾出門在外 還是僅剩一些比較恰當 好我們來看到台積電 在週四的時候公布了 他們第一季的財報 釋出了正面的消息 合併營收大約新台幣 5926億 每股盈餘呢 大約是新台幣8.7元 也創下了同期的新高 而現在外界最關心的就是 台積電在法說會之後 台股的表現會是如何呢 而分析師也說了 目前有利多出鏡的味道 但是關鍵還是要看美股 一如大家所想 甚至超出預期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18號舉行法說會 公布2024年第一季財報 稅後存益2254.9億 每股盈餘8.7元 優於先前預期的7到8元 首季毛利率53.1% 展望第二季營收也激增近6% 將再創同期新高 我們期待我們的客人 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高價值 我們已經開始了 我們的客人 台積電利潤增長 也因為AI需求旺盛 而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季先前宣布的3奈米技術 第二座晶圓廠 也已經升級採用2奈米 不過針對全年半導體展望 下修為成長10% 基源代工產業則有 中到高段雙位數成長 台積電法書會釋出好消息 但週四台股法書會前 因為半導體設備大廠 艾斯摩爾財報不如預期 拖累週三美股 台股連帶也受影響 台積電早盤一度下跌12元 盤中大反攻漲到810元 中場以平盤804元作收 大盤同樣翻紅 收在20301點 並沒有因為台積電法書會 優異的內容 而拉動整個台子期的一個表現 目前看起來台積電法書會之後 似乎對台股來說 是有一點點必多出鏡的一個味道 近期高檔震盪 短線還是持續整理 要再近代美科技股 財報出爐 帶動台股走勢 地北線網上張慧仙台報道 波音公司頻頻傳出飛安的問題 而現在也有現任的工程師 出面指控說 波音787夢幻客機在製造上面存在瑕疵 科技製造巨擴 波音接二連三出包 美國國會週三召開調查 停證會 又有多名波音吹哨者出面爆料 波音控管有問題 波音工程師踢爆 波音787夢幻科技製造過程 投尺步出現缺陷 長期可能導致災難性故障 這名工程師說 過去三年 他不斷向高層通報安全疑慮 但得到的回報不是被噤聲 就是遭老闆在電話裡訓示40分鐘 甚至愛車輪胎被刺破 還受到神秘威脅 我發生了內心 我被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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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音吹哨者 Royd Irving爆料 波音不希望員工點出787的安全問題 或提出修改方案 我認為是 你能夠清晰的話 股票會可能會被釋放 而且 你知不知道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當時都清晰 波音內部螺絲鬆托引發疑慮 今年3月交集量只有29架 是去年同期的一半都不到 今年股價也硬生生重挫 31%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的是 伊朗在攻擊以色列之後 他們也高調的舉行閱兵典禮 英國外相也透露 以色列現在已經計劃要還手 只是以什麼形態報復 還沒明朗 士兵踢正步遊行 卡車載著各種軍用無人機 還有多款飛彈 甚至出現俄羅斯給的S300防空彈 在上週空襲以色列後 伊朗星期三高調閱兵 彷彿勝利遊行 伊朗總統聲稱是他們手下留情 才沒毀了以色列 不過超過300飛彈無人機攻勢 其實只有少數幾枚真的飛進以色列 超巨大燃料罐 可見伊朗發射的戰道飛彈 破壞力很強 雖然以色列這回損傷並不大 但已經決定要還手 確實如果不和阻伊朗 以色列未來在中東的任何軍事行動 都會幫手幫叫 如果有人想支持 在這方面的戰略 我們會打擊這國家 和它的興趣 不過以色列怎麼報仇 還是得看美國臉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意大利 參加G7外長會議 台東媒體報導 美國打算批准以色列攻擊拉法 來換取不對伊朗動手 TB新聞綜合報導 台中有住戶指控 一直以來有人亂丟螃蟹 到他們家的露台 而且這半年已經有四次 還差點砸到了人 台中金水這齣社區管委會 貼出這張公告 因為有住戶指控 樓上有人亂丟螃蟹下來 半年來已經四次了 老婆那時候在附近曬衣服 然後就是差點就被丟到這樣子 管委會也是有製作公告 然後就是通知住戶這樣子 那我們也有在社區的群組裡面 就是請樓上的住戶不要再往下丟了 實在是有夠無奈當事住戶說 他們住在二樓 有過樓上住戶亂丟垃圾 煙地等經驗 但是半年內開始有人丟螃蟹 家人還差點被砸中 只能夠尋求管委會的幫助 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群組裡面也有人說 就是說 這是我們無岐漁港的螃蟹嗎 怎麼 怎麼 就是怎麼會在我們的陽台 你問我想說 既然你要丟的話 怎麼不丟一些高檔的帝王蟹 對啊 當事住戶也自嘲 樓上怎麼不是丟高檔食材 而事件在網路上曝光 網友留言也大歪樓 有人說可以丟帝王蟹龍蝦燕窩 就不會生氣 還有其他大樓住戶說 自家樓梯間也出現過螃蟹 另外有人則是指出 在自家的陽台撿過晚長季等 我覺得 因為我每次也是二樓的那個財務 當事住戶苦笑之餘 還是不堪其擾 雖然管委會介入想幫忙處理 但是目前找不到丟螃蟹的當事人 只能夠加裝監視器 自己抓兇手再監視 TBBA新聞 台海緊張 民眾擔心是不是要進入了備戰狀態 陸射箭二飛彈抗敵能耐 就在近期九空基地 夾開場次精準彈藥射擊訓練當中 首次見真章 國軍少打少錯思維改變 正是情勢縮影 當共軍在內蒙古的炸射靶場 直接投射出我國博愛特區的相對地貌 更清晰 更強烈的警訊 是否也會在四月十九號展開的 漢光電腦兵推一併探討 特別是在京夏水域執法衝突後 軍方為期八天七夜的工防模擬 其中兩天將聚焦在海空 網路和外交經濟層面的反封鎖應對 不過美方部分專家學者 仍然不認為灰色地帶衝突 會成為青台主旋律 我相信美國應該要掌握到一些資訊情報 會認為迫許習近平有向中國的軍方下令 要求中國軍方要在2027年 做好攻擊台灣的一個實力的準備 有做好這個實力的準備 並不代表說2027年就一定會攻台 美軍印太司令阿基里諾日前重申 中共2027年對台動武幾率始終存在 這個論調從上一任司令戴維森 向國會提出之後 近三年來仿佛成為外界 預判台海危機的意見公約書 包括傳統基金會 國家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格林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 再指在2027年之前 增強台灣的阻惡能力是當務之急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亨澤克甚至在這論點之上 認為台灣在不對稱戰力建構上 看不出急迫感 就因為2027年是人民解放軍的一百週年建軍 那第二個重要的意義當然 2027年是二十一大召開 二十一大召開當然就決定 你習近平是否能夠連任第四人 那現在關鍵問題是 我相信目前中國人如果說能夠自由選擇 由他選舉的這樣的一個可能性的話 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不會認為 習近平做得多好 你的統治正常性何來 那一般會認為 習近平或許會藉由說去攻打台灣 統一台灣 來去提升他的統治正常性 畢竟你想不想現在看到 現在已經2024年了 距離2027年只剩3年 但中國到目前沒有任何的一個 接班人的安排的跡象 國內部分學者觀點 一入國安局向立院提交的評估報告 2027年中共以武促統 不論在政治或軍事面都有其代表性 但是意義仍然大過於能力 那我認為說其實他整個肯定到2035 他整個國防跟軍隊現代化 達到他的疫情目標以後 他才會去考量 怎麼來做相關的作為 習近平期望的就是他解放軍 在2035能夠完成他的一個 軍隊跟國防的一個現代化見識 那這次他一個規劃目標 他可能也具備了5-6條 的空間的一個能力 那他的空軍可能基本上 也都全部實現 四代半到五代的 甚至六代的飛機都出來了 那相關的火箭軍的一個 半代的一些彈藥裝備也都完成了 那整個連核打擊的三位移艇 基本上也都完了 也就是說他可以去對外軍 採取更強硬的工作 或者是用這個東西去跟外國來談 或是從美國來談 不要從美國不要介入台 或許就是這一點 美方不分政府或國會 面對印太盟邦 特別像是對於 遲緣台灣還有雜音的韓國 頻繁喊話 年復一年 不斷倒數著台海危機 也反映了美國內部憂慮 主要大的背景還是一個 在從2018年之後 美國的政治的精英 國會裡面兩黨參議院眾院 基本上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是負面的 而且會更加的看重或凸顯 假設要因應這樣的一個衝突跟風險 美國當然希望得到多助 大家一起來 還會動用所有美國的聯盟體系 還有潛在的結盟的夥伴 一舉之中的應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美國軍方 也可能是為了爭取國會的支持 包括在預算 然後在軍備的提升 那也有可能他認為是一個迫切的危機 同樣從預算來看 按照主計總處 三月底備詢所指 緊急命令發佈後 國內可運用的金額在三千億之內 我國的民間任性 也曾做過最壞打算嗎 其成只是參考 就算敵軍明確預告了犯台時間 自身心態崩壞或是準備不足 一樣可能措手不及 TVBS新聞 黃冠瑋 葉日甫 看不到